王欧 王漫裕这次模拟赛的发挥还是非常好 无论是混双还是女单都闯入到了决赛 而且女单的决赛当中一度0比3落后 搬到了3比3平 拖入到决胜局还是能够看到她这种很强韧的意志和意志品质 那么齐飞呢是凭借着2018年全国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当中 获得第二名进入到了国家二队 今天呢也是女子一团 所有的团体比赛当中的第一场 而且呢也是第一比赛是岛上的第一场 其实从今天的比赛场面上来看 沉默王漫裕和宋颖沙进入比赛 有一些自己的无畏失误啊都是 非常流畅反手四丸之后又是转侧身正手进攻 王漫裕打法的一个优势也是在于她这种正手使用的意识 一般反手四出机会之后都会用正手去主动的进攻 主动拿分 好球 这个球王漫裕想要侧身反拉 极飞余光也是瞄到了 直接轻拉了一条直线 稍微有点幸运球 10比9 这样11比9王漫裕拿下第二局 现在呢大比分2比0领先 翻手小三角 哎 这球齐飞的调整啊 有点可惜 其实发球发得非常好 发个高抛 其实齐飞的发球还是非常好的 落点变化也比较多 漂亮 这局齐飞有一些搏杀的球 包括发球的落点也很呼吁变化 刚刚的两分呢都是直接开长球 这时候颜森叫暂停了 这一局其实齐飞还是给王漫裕了 暂停回来之后 第三局王漫裕7比6领先 一分 这是偷长的直接搏杀 非常有效 这局齐飞已经发了第四个长的了 这局齐飞已经发了第四个长的了 又是发一个小三角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逐渐的去适应齐飞的发球 这样王漫裕拿到整场比赛的 这球想要反拉 有一些操之过急 这样双方打到10比10 中的那么高 这球他就有点借不上力 在控制王漫裕上手 连续两个失误 这样齐飞将比分反超 11比10 好球 这样12比10齐飞连得4分 扳回一局 现在双方打成2比1 好 我们又错过了两个赛点 其实王漫裕在相持当中 不需要把球打得太重 中等力量拔住跟对方对住 就是直接开场球 给中路变正手 连续进攻 这球反手相持当中 齐飞主动的变直线 就是反拉直线连续的拔住 有很多相持当中的球 其实都是齐飞主动发力的失误 这个球其实王漫裕一直在防守 没有特别凶的球 好球 齐飞的台内球其实还是非常的赋予纸板的变化 刚刚揭发球的时候也是手腕抖了一下 这个球是往外拐的 王漫裕追到6比6 那球白管在劈场 王漫裕抢了 看看关键球 齐飞还是偷长 可惜啊 今天自己正手的这种相持球当中的失误比较多 其实很多球前三板 齐飞是比较占优势的 王漫裕又一次的拿到赛点 回白小三角 这样三比零 女子一团是战胜了女子十团 也进入到女子团体的八强 好了本场比赛就为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